黃毓民議員 多謝主席 在政府文件裏說 要令綠色殯葬獲得公眾接納 作為處理先人骨灰的首選方式 看看數字 131415年 其實在綠色殯葬的個案總數裏 佔死亡總人數的百分比 都有微微向上升 而看看相關數字 土葬和火葬 土葬的數字和綠色殯葬的數字 又是差不多的 都是7% 7.3% 7.8% 8.7% 其實政府的說法是 這是需要時間的移風易俗 由土葬變成火葬 都需要很長的時間 現在才是大部分人 91%的人都是採取火葬 所以需要一段時間 但是 這個不是純粹是移風易俗的那麼簡單 你哪有地給人土葬呢 現在是 火葬是焗的嘛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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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你 被死人葬的那些土地 是 給生人住的那些 是嗎 我們建別墅的那些 怎會有地給你去土葬呢 是嗎 除了那些鄉村地方 是嗎 那些痕狀是做給生人看的 死的那些什麼都不知道 是嗎 我跟我的子女說 是嗎 以前在靈堂上的人很流行的嘛 是嗎 即是陰庸遠在 我們這些一定是陰庸遠在的 包括做立法會議那些 現在有YouTube 放了影片上去 是嗎 你孝順就天天在這裏對著 我爸爸又罵人了 那就懷念了 你不用去拜山 拜山是拜的那些物質來的 但是 你怎樣扭轉他的 觀念 他不去拜 我母親節我就帶兩個兒子去拜山 是被拒拜的嘛 是嗎 因為這個觀念是 譬如我太太覺得 喂 他在外國回來 這個時間 剛剛好 母親節 拜山 母親節就拜山了 拜我母親了 是嗎 你改變不了的一時之間 所謂疑風易族 很多人都未識解 改變社會的風氣 或者將一些 傳統的民間習俗 改變 這個真的不是那麼容易 當年 現在說N那麼多年前 二千多年前的《孝經》裏面說 疑風易族 莫善於禮 安上自... 不是 疑風易族 莫善於惡 音樂的惡 安上自民 莫善於禮 不只是靠法律 要統治國家 安上自民 就要靠禮 靠自己自律的行為規範 但你要疑風易族 就要靠音樂 他這個音樂的意思是 指高雅音樂 其實 用我們現代話來說 不是純粹的音樂 你只是要改變人的心智 改變他的思想 你說難度多高呢 加上政府的配套又做得差 你搞到今時今日你做了多少事呢 你告訴我 譬如我們看到 有些 私人的公司 有些所謂綠色殯葬相關服務 即將骨灰轉化成精石 在現行的條例裏面 是否有些法律的灰色地帶 政府沒有考慮 去規管 或者幫他們 去做這些生意 又是可以疑風易族 大佬 舉個例子 將骨灰變成精石 那你管不管他 這些 這個 骨灰坑 骨灰安治所 的條例 有沒有想過這些 都是一個問題 即是說 都可以鼓勵他們做這些 多一些 甚至乎政府可以 看看有甚麼 可以幫到手 另外關於教育那裏就說了一點 你過了時間 不是剩下一點 過了時間 不是剩下一點 不是大包時間 現在要搭三 你向青少年推廣六色殯葬 又透過這些學校講座等等 一大堆 又四十多場 高中生又搞那些無盡思念 那些精密比賽 小學生有沒有做呢 我覺得要由小學生開始 是吧 即是 局方不妨考慮一下這個問題 由小學生開始教他 灌輸他那些所謂死亡的觀念 死了之後是甚麼 是吧 這些所謂殯葬 不需要 那麼多繁文玉節 又不需要浪費地方 等等 那有沒有在小學裏面 有這些 宣傳教育呢